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药材财经台为您直播的A股全日通 我是淳子 今天我们很高兴请来了药材证券的A股分析员潘灵俏 潘小姐 来为我们分析一下今天的A股走势 潘小姐您好 淳子你好 那首先让我们一起来跟进一下截至到今天收盘为止A股的具体表现了 那截至今天收盘呢 内地的股市都是呈现一个下跌的状况 那么上证指数呢 是跌17点 报在3632点 那么深圳城址呢 是跌42点 报在12635点 沪深300址跌38点 报在3795点 而创业板址呢 是跌21点 报在2783点 那潘小姐啊 这个市场啊 经过好几天的这个大幅的上涨之后呢 那个个股呢 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个普涨的情况 所以短期啊 无论是从这个指数层面也好 还是从个股上面来讲都好 一定是积累了一些获利的这样一个筹码 所以大盘可能在接下去几日有一个震荡调整的这个概率 可能就会相应的是比较大了 所以潘小姐 你是怎么看A股的这样一个后市发展情况呢 那么从今天看呢 两市呢 都是一个载幅震荡整理的格局 那么从这个成交量上面看呢 也是两市已经是有这个六个交利日 都是维持在万亿以上的规模 那么整体的一个市场的这个情况上面看呢 并不是太差的 那么像是这种国内的一个投资者的一个投资热情方面呢 也都还是比较的一个高 两龙的余额方面呢 都在不断的一个上升 但是呢 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呢 在这个互股通方面呢 却是资金却是不断的这个净流出 也是反映出呢 外资对于现在这个中A股的一个看法呢 和这个国内的投资者呢 并不是特别的一致 一方面呢 是因为那么近期公布的这些一系列的一个经济数据呢 都反映出呢 在这个传统的工业方面呢 那么依然是一个没有改善的迹象 并且呢 这个经济呢 也是存在着一定的这种通缩的风险 那么一直以来这些降准降息的政策呢 都没有对于经济呢 有一定的一种改善 而另外一方面呢 美联储呢 也是年内呢 有可能会进行一个加息 再加上呢 外贸的数据 中国的这个外贸数据都不是特别的理想 那么令到呢 外资也是担忧呢 在这个人民币汇率方面呢 可能会出现一定的一个贬值的一个风险 所以那么这个外资呢 也是不断的一个流出的状况 但是呢 另外一方面呢 从财政政策上看呢 那么今年这个10月份的全国一般公共财预算支出呢 是在1.35万亿 同比呢 是增长了有36.1% 那么从这个同比的一个增数上面看呢 是不断的一个加大的 那么主要呢 是因为呢 财政部呢 加快了 对于一些财政预算的一个下达的这个节奏 并且呢 也是对于财政预算的支出呢 进行了一个监督 那么令到呢 一些稳增长的一个资金呢 不断的一个加快到位 而另外一方面呢 在这个财政收入上面呢 那么10月份的财政收入是同比是增长了有8.7% 那么在这个增数上面呢 不断的一个放慢 那么主要呢 也是因为呢 那么在这个经济下行压力 以及呢 企业利润减少 并且呢 那么中央也是不断的一个 这个减税降费的一个背景之下呢 那么这个中央的一个预算收入水平呢 是不断的一个减少的 那么 但是呢 经济面呢 又是一个疲惹的状况 那么财政政策呢 也是不得不维持一个 这个加快支出的力度 从而呢 是稳定住这个经济的一个发展 那么这就令到呢 那么投资者呢 也是关心呢 3%的这个赤资率水平 以及呢 60%的这个负债率呢 会不会在接下来呢 进行一个调整 以及呢 经济面上面还不会 会不会有一些刺激的政策出来 那么从这种高层的表态上面来看呢 国家主席习近平前天是表示呢 要加快楼市的一个区库存 而昨天呢 国家总理李克强也是有提到呢 要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 从而呢 拉动这个消费以及呢 住房 那么这反映出呢 接下来呢 在这个相应的这种楼市的方面呢 还会继续的出台一些政策来去库存 尤其是呢 一些三四线城市这方面 那么这就意味着呢 相应的在这个房地产的一个市场上面呢 那么短期呢 可能会有一些的这个资金受到一个追捧 而另外呢 有消息指呢 六大的电改配套文件呢 近期也是要出台 而这个油气体系的改革方案呢 也是在征求意见当中 那么这个近期市场呢 也有可能呢 会把这个焦点呢 放在一些央企改革这方面 那么从这个技术面上看呢 户指呢 今天是 这个盘中是有轻微的跌穿一个五日均线的支撑 那么市场的量能方面呢 依然还是一个强劲的状况 那么短期呢 可能会一个震荡的整理 下方呢 在3600点左右有一个支撑 上方呢 看3650点能不能够站稳 那么看完了大事呢 我们是来更新一下板块方面的消息了 那么今天的板块上呢 锂电池板块是有一个大幅度的上涨 好几只股份呢 都已经是涨停了 比如说这个一维锂能 国光电器等等的这八只 这几只股份呢 都已经是涨停了这样一个状况 那么因为在2015年的这个第三届中国锂电新能源产业的国际高峰会呢 也是于昨天啊 是在武汉进行了一个开幕 那从会上呢 也是有一个消息表达出来啊 也就是在2015年中国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呢 将会突破30万辆 那么动力锂电池的年内新增投资啊 也是将会突破一个千亿的 那么未来的十年呢 我国单纯的动力锂电池产业规模也是有望突破1600亿元 那么目前这个动力锂电池新能源电车产业 分布式发电储能面临的政策产品 市场和资本的诸多风口之上 所以这个动力锂电池的产量增速呢 已经没有能够远远的赶上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的这样一个需求了 所以高品质的动力锂电池产品的市场呢 仍然是属于一个非常大的供不应求的这样一个状况的 所以派小姐 你怎么看这个锂电池板块之后的发展呢 嗯 那么首先从这个新能源汽车这方面来看呢 那么今年以来呢 这个销量呢 就是不断的一个提升的 包括呢 像是10月份的数据呢 就是反映出呢 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种生产量呢 是达到了5.07万辆 同比呢 增长有这个8倍 那么在一系列的这种中央政策的支持之下呢 包括呢 像是一些充电桩的建设呢 纳入到了135规划当中 另外呢 又提到呢 对于这种新能源汽车不能够进行现行限购 那么短期来看呢 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市场呢 依然是能够维持一个较高的景气度 那么新能源汽车销量的不断增长呢 也是对于这种上游的这种动力锂电池市场呢 需求呢 不断的一个提升 那么从目前的一个锂电池市场上面看呢 这个产能呢 是不足以满足当前的这个 新能源汽车销量的快速增长的状况 有这么一个供不应求的状况 包括呢 像是在昨天的这个会议 国际的一个高峰论坛会议当中呢 那么有专家预期呢 今年的这个动力锂电池呢 市场份额呢 将会达到38% 那么未来十年内呢 动力锂电池的产业的规模呢 是有望的突破1600万亿的规模 那么所以呢 投资者呢 也是纷纷的看好这样的一个领域的发展 那么在今年前十个月当中呢 一些的上市公司呢 也是不断的加大对于这一领域的一个投资力度 那么以新增的一个投资就已经是超过了800亿 那么也是预期呢 今年这一方面的一个新增投资呢 能够超过千亿的一个规模 那么这样 但是呢 另一方面来看呢 那么随着这些企业不断的一个加大对于动力锂电池市场的投资 那么以及呢 这方面产能的一个扩张呢 也是预期呢 到了这个明年的下半年呢 市场的这种供不应求的状况呢 也是会有所这个缓解的 那么在板块方面呢 相应的这个锂电池概念股呢 主要呢 都是在这个深圳市场以及一些创业板当中 那么各股方面呢 可以留意一下这个义维里呢 0300014 公司呢 是一家做这个锂电池的生产企业 那么从这个今天的股价上面来看呢 是有一个涨停的 那么主要因为呢 公司也是刚刚完成了这种非公开股份的 一个发行 所以呢 今天刚刚的一个复牌 那么短期来看呢 那么现在的股价是在24.04元 那么上方的阻力位呢 也是在这个25.9元左右 那么在这个刚刚复牌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短期呢 可能会有这种补涨的因素呢 令到呢 能够保持这样一个声势 好的 也是感谢潘小姐给我们做出的详尽分析了 希望潘小姐的分析呢 是可以帮助到大家的 那么潘小姐 之前我们所涉及到的股份您是有持有的吗 没有 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的节目再会